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 我是老兵来 欢迎来到民族阵线 台湾大规模停电 进入到黑暗模式 台湾今天的台湾像一个地狱一样的 那么我是怎么知道的 除了这个非常多的台湾网友 及时给老兵发过来 现场的这个照片 还有这个 网上的台湾的社区里的 吐槽的这些信息 我自己其实也 我是在看城市中的 抗议的说明会 在看说明会的时候 王老直播的时候 怎么突然之间 啪嗒一下子跳闸了 现场我只看到几个白袖管子 穿那个白衬 他们不是穿的那个滑马褂吗 然后穿那个绿马褂 这里不是那个 白色衬衫吗 我只看到这些画面 我当时在想 我说我说陈时中搞什么鬼 我陈时中是不是拿 哪句话说错了 突然之间就 那个给他断电了 我说上演这个 这个鬼片了 就拍鬼片了 现场拍鬼 这个鬼片 因为台湾都是鬼 尤其是民进党 都是鬼 那我想也不对 后来过了几分钟 有网友给我发问 说什么台湾大规模停电了 我说大规模停电 我说那不是很正常 台湾大规模停电 那有的网友说 那现在民进党 这个新闻发言人 罗炳成 他说这个 罗炳成 他说 是这个高雄的 星达火电厂 机组这个发生 这个故障 机组发生 这个故障以后呢 导致这个台湾 大规模停电 因为这个台湾的 这个高雄的 这个 所谓的 星达发电厂 它是台湾 属于是第三大发电厂 那各位 它的这个 一共有四个机组 它是1978年生产的 两个机组呢 是来自日本三菱重工的 两个机组呢 是来自美国的 那么这个发电厂呢 它主要是火力发电 也就是用煤炭 还有一些液化天然气 来发电 冷却呢 是用海水来进行冷却的 那我们 不要进入到 楚门的世界 别人给你设定好了 新闻告诉你 民进党 他妈的喉舌 告诉你 星达发电厂的问题 你就认为是星达发电厂 其实不是 其实是 对 也可以 对 不能这样讲 是也是这个厂子的原因 但更大的原因是什么 更大的原因是 台湾 三十五座水力发电机组 完全瘫痪了 因为台湾大规模的旱灾啊 旱灾 大家知道 台湾的水力发电 占全台发电量的百分之十七 那么主要是集中在 干旱主要是集中在中南部地区 那台湾断水 我说过 断水就必然是断电的 断电 疫情会更加扩散 躺在 医院里的 在治疗的新冠的这个病人 怎么办 呼吸机断掉了 治疗断掉了 怎么办 很危险 那台湾的这个旱灾 实际上它是 一个是降入量少 这是一方面的原因 但更多的原因是 基础设施建设成就落后 水力部门不作为 因为我说过 台湾任何部门 要节约成本 节约开资 这个钱要贪污掉的 民进党现在就是说 你谁当什么局长 你只要跑过来告诉我 说 我老兵来说 蔡省长 老兵当水力局长 我能给政府结算 节约多少预算 马上他就封我当水 水力这个局长 他现在就是这样子 那水力没有 台积电生产 受挫 农业生产 台湾的所谓的 绿色 这个果蔬 最棒的水果 也生产不出来 水力没有 原来的这个靠水力发电的17% 主要集中在中南部 主要集中中南部 那么现在又要保持过去的发电量 那么复合全部 什么加到了新达火力发电厂身上去 那原来新达火力发电厂 我的这些机组 我要这个 我的发电量到80%就OK 这样的话 那我的机组 一个老厂有四 冠军 相信他们 他40年了 40 43年了吧 这样一个老厂 那这个设备 这个咕噜 等等等等 他都是很老旧了 那原来的量 你明明成像可以保持80% 现在 南部的 再加上10%的 这个水电的 原来水电发电的这个量 都加给他了 那他变成90%的发电量 那 设备就会老化 就会发生什么 故障 那归根究底就是属于是 啊 蔡婆政府 根本就不作为 现在岛内网友 纷纷希望解放军 的天使军 来解救台湾老百姓 水深火热当中 现在真的是水深火热当中啊 台湾这个大规模停电 我们来看一下 哪些地方大规模停电啊 这个效果是 这个是很严重啊 台媒联合新闻网报道 由于新达电厂出现全厂停电 台湾出现大规模停电 台湾电力公司 已要求闲置机组立即上线供电 和电厂所有柴油发电机组均已加入供电 台湾行政院发言人罗秉成表示 目前新达电厂因事故导致全厂停机 系统供电能力不足 预计5月13日下午3时开始执行紧急分区轮流停电 台电会尽全力抢修 并且查明原因后向各界报道 罗宾森指出 政府已经掌握状况 请民众镇定 不必惊慌 也请民众误相信 并传递坊间未经证实的假消息 另外台湾近来汉情严重 未来恐影响水利抽续发电 令电源供应进一步吃紧 我说过 这个就是它的水不够 把原来这些 你要保证不断电 又把什么发电量交给这个工厂 那也就是说 你民进党搞那么多维稳经费 那么多 这个白花花的银子 去买美国的武器 搞乙武巨统 又贪污腐败 本来这些钱 可以大规模升级台湾基础设施建设 但蔡英文也知道 解放军马上要打过来了 到时候升级这些基础设施建设 也没什么用 一打他妈的全没了 一打全没了 而且我说过 现在这个状况 是最有利于解放军武统的 为什么 台湾缺水 台湾缺水河流干枯 就适合大型机械化的这个设备 这个武器装备 进行这个 铺开来进行这个作业 因为台湾在汉光军事演习当中 多次演习 自己把水坝炸掉 水利发电站自己炸掉 发生大洪水 来阻碍解放军 拖延解放军武统的步伐 所以说现在这个时候 武统是最好的一个时候 台湾缺水季节武统 但是我又 但是呢 我相信北京已经对这里 情况已经是有所掌握的 而且现在从台湾这个断电的这个事情来看 引发了全岛的一片恐慌 因为没有电 没有水 台湾 人的生活影响很大 没有办法做饭 没有办法 这样那样的 经济损失相当惨重 而且我说过 台湾 就停一个电 社会就可以进入到停止状态 那解放军 61498部队 网络部队 直接进攻台湾的基础设施 这些发电厂的网络 也可以让他 瘫痪嘛 对不对 所以说 台湾的 这个整体的这个防卫 是他妈的不堪一击的 不堪一击的 停电意味着 网络也停掉 网络宽带也停掉 没有网 绿蛙就会叫 1450 很着急 不能利用网络来什么 这个发帖子 手机也不敢乱用 他妈的一会儿没电充不上了 怪不得我怎么感觉 今天下午逛了逛一些社区 发现台湾好像 1450好像少了 1450少了 原来是停电了 他们现在也很着急 每天这个量没完成 领不到津贴了 是这样一个一回事 所以说 各位 台湾现在的状况 就是你看到的这个状况 在蔡英文的统治之下 他会 他就会说 你们的抱怨 你们的灾苦难 政府有看到 政府会做检讨 回家的路 一定要保证安全 政府会明白这个事情 政府会去做 没有关系吧 这个台湾 现在到了晚上 分区停电 显示了自由民主 这个体制的优秀 大家来看 我们一起站到台湾的中央上面 上面去看 我们往西看 对不对 我们看到的是不是 隔了海峡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一片光明 那现在对岸呢 对岸那些渔民 他们现在站在福建 隔了海峡 往我们这边看 他们看到的是一片黑暗 我们看到的是光明 他们看到的是黑暗 哪个制度好 大家也有所看到 对不对 我们民主自由 毕竟是民主制度 是全世界最好的制度 在民主制度下 我们疫情防控相当得力 在民主制度下 台湾老百姓安居乐业 我们不怕中共 对我们的武力威吓 因为我们心中有信念 自由民主 是我们的守护神 自由民主 会让大家轮流的停电 我们这是在进行这个 应急情况的预言 如果说共军 网络部队发动 这一个 瘫痪我们基础设施的 这一个进攻 那么我们该如何来操练 如何来应对 这是我们的一个攻防演练 请台湾的百姓 大家不要害怕 不要着急 一切以民进党发布的消息为主 除民进党发布的消息以外 任何的消息都是假消息 都是假消息 没有我自由时报 联合报发表的任何的讯息 你们都不要相信 那都是谣言 在自由 我们有言论自由 我们有这个游行自由 我们对我们的制度有信心 因为这个是人类的发展潮流 这是不可逆的 那么蔡省长呢 用这样的话给台湾老百姓加油鼓劲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潜艇场 他去视察发生爆炸 导弹场 他去视察 填充导弹发生爆炸 他去这个船场 船场他妈发生爆炸 这个陆列市船只侧翻 差点淹没 F51坠海 F51两架空中相撞 F16坠海 等等等等等等 太陆割号脱轨 对不对 数不清了 一座座坟墓 被这个打开 被这个砸好 台湾殡葬业 蓬勃发展 所以说这就是民进党 就是蔡博 为台湾老百姓做的事情 而且我在这里要批评一下 全体台湾人 大家欠蔡省长一个道歉 那蔡省长 他一直在非常努力的在防疫 我们都有看到 对不对 他的宣传机器开起来说 台湾防疫是大家都来操作业 民主典范 那么我说了 是你们台湾老百姓 你们害了蔡省长 谁让你们不戴口罩 谁让你们松懈了 谁让你们聚众聚会了 聚会也不戴口罩 都是你们老百姓的错 你们知道吗 你们要好好的检讨检讨 听到没有 所以我说了 蔡省长 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那么我只想说一句话 台湾是不是民主制度 如果是民主制度 那么她的疫情失控 是很正常的 如果她不是民主制度 她的这个疫情 是像她之前 说的那样那么好 那么她就是 在欺骗台湾民众 老百姓走的 不是民主制度 是威权制度 那么她又要说 台湾防控好 现在防控不好 那就说明 她走的是民主制度 确实没错 确实没错 好吧 关于台湾停电这个事情 这是我的一点见解 感谢各位收看 我是老编来 喜欢点赞讯息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